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二月份爱用的一些产品 OK,然后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产品是吃的方面,然后是我最近每天早上都在吃的这个 一个是蔬菜粉,然后一个是莓果粉 这两个的话味道都还不错,我个人可能比较偏向于其实吃蔬菜粉多一点点 然后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没有时间吃早餐的人 所以每天早上我基本上就是300毫升的那个就是豆奶或者是杏仁奶 还有就是或者是椰奶都可以 然后加两小少这个,大概10克这样子 然后早上起来喝一杯的话,这样子就是帮助身体补充能量 而且像我个人的其实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如果不高的话 喝这个其实对身体也是蛮有帮助的那种 OK,然后另外一个产品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面膜 这三款面膜我都蛮喜欢用的,它们的补水效果都蛮厉害的 就是用完以后皮肤会比较膨一点点,会比较细腻一点点 而且维持的还蛮久的 最主要我一般的话这一片面膜的话是用两次 因为其实它里面含的那个精华量挺多的那一种 所以一般我是晚上纸膜敷完之后呢 然后早上起来把那个精华然后挤在手上 然后再敷脸上那一种 这样的话就再上妆会比较服贴一点点 OK,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产品 我最近比较爱用的就是这个眼药水 它是隐形眼镜的滴的眼药水 像我平时带隐形眼镜的时候 有时候眼睛会干到不行的时候 我就滴这个滴完以后马上就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特别的滋润 而且主要它维持的时间还蛮长的那一种 不像其实我觉得它比就是英国 在英国买的那个隐形眼药水要好用很多 而且它有特别特别的可爱 是一种粉色然后又很小巧 可以放在包里的那种 我觉得还蛮就是适合女生的那一种 OK,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就是 最近比较爱用的就是这个 祖马农家的这个护唇膏 它就是我每天晚上都有在涂 它味道不是很浓烈的那种 就是反正不会是那种讨厌的味道吧 然后它唯一的就是它是那种比较油的质地 所以如果你个人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油的质地的话 那就是不太建议你试就买这个吧 OK,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产品 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就是 它是增加头发的蓬松度的洗发水 我最近就是超级超级爱用它 因为它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呢 我的头发就是会比较蓬松一点点 同时呢又会比较 怎么讲 比较顺滑 然后不是很干燥的那一种 像其实很多欧美的 我试过很多欧美的那种就是蓬松头发的洗发水嘛 用完之后头发都特别特别的枯燥 然后特别特别的干的那种感觉 显得就是发质很不好的那一种 而且有时候很毛躁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一款用完后完全不会 而且最主要是我只买了他们家这一款洗发水 然后没有就是没有使用任何复化素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可以了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滋温度啊什么都还不错 然后最主要它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闻的那一种 所以我最近真的超级超级爱用这个 我发现我的头发就是跟日本的洗发水 好像都蛮合得来的那一种 OK然后另外几个产品 也是关于头发的产品 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在研究 就是怎么就是让头发比较有那个蓬松度嘛 我头发就是头顶特别特别的容易塌那种 其实我最初用的呢是这种就是那种刷子 然后它是那种倒刷头发那种刷子 就是你把头发这样嘛 倒刮 然后把底下头发倒刮以后 然后再再输 输顺的那一种 我个人不太 就是不太喜欢这种 第一个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伤头发 第二个呢就是我 我手特别残的那一种 所以我经常就是刷不好的那一种 所以我基本上码了以后 就是没怎么用过这一款刷子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网上卖的就是特别特别好 这个喷雾 它说给头发增加那个蓬松度的那一种 但是我个人的话 我觉得好像跟我头发不太就是符合 我用完它以后呢 我头发会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油一点点 好像反而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不怎么用它 也许我用的方法不对什么的 反正就是不太适合我的那种 而且主要是你用完 这个之后呢 就是洗头发要特别特别的认真 就是一定要把头皮什么都洗干净 因为它要是停留在头皮上 就对头发挺不好的那种嘛 OK 然后最后一个产品 就是我最近最近超级超级爱用的这个 然后就是这个 Babyless家的这个 玉米须的这个烫头发这个夹子 然后它的使用方法 当然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上面一层头发分开之后呢 然后就是下面 这样子 然后把头发这样子把它往上夹 OK 往上夹 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出 我有一点点夹在 就是夹了下面 然后就一层一层夹下去 这个好处就是 它维持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 基本上可以维持一整天的时间 而且它还蛮快速的 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方法 当然有人会说玉米夹其实对头发不好什么的 确实也是如果你去长久的趟那个玉米须的话 对头发就是会比较粗糙 会比较干燥一点点 但是像我的话也不是每天就是用这个 我是那种就是出门以后 只要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才会用的那种 OK 然后我觉得它维持的时间还蛮长的那种 对我的发质来讲的话 而且它绝对就是那种 像我这种手残的人都可以用的这种蓬松度方法吧 所以我最近真的超级超级就是爱用这个 OK 然后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最近洗化妆刷 以前的话我就是洗化妆刷都是拿手洗嘛 就是这样拿手上刷 但是时间长久以后 手这里就特别痛啊 特别干的那种 最近我就买了这个叫brush egg brush egg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在eBay上找到了 然后才两磅多的价格 然后它就是这么迷你型的这一款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刷子就是在上面刷一下 就是这样子洗 会洗得比较干净一点的 然后配合这个大创家的这个洗刷子的这个东西 一起这两套配合在一起的话 就洗刷子特别特别的快 然后又洗得非常方的干净那种 所以我最近就是再也不担心洗刷子了 以前的话我就是经常一想洗刷子 我就头疼的那种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近比较爱用的这个黄后水 它这个就是喷出来的喷雾 特别特别特别的细腻 所以导致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脸上不够湿 然后我就一直喷一直喷喷很久的那一种 然后它跟那个葡萄家那一款比起来就是 这一款比较温和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没有那么浓烈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啊或者是过敏的话 就是试一下这一款 我觉得它就是在化妆前喷一下 或者是护肤前喷一下 效果还蛮好的 主要是它的味道很温和的那种 不是那种很浓的就是类似精油的味道那种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洗面奶 洗面奶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不太就是介意什么样的洗面奶 但是最近因为前段时间过敏以后 我发现我的脸部就是用什么保养品都没有效果 然后我发现我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用了那个无印良品家的一款洗面奶 然后那个洗面奶我觉得是含皂碱 就是肥皂什么那种东西太多的时候 我的皮肤洗完后就是特别粗糙和干燥 然后好像有时候还会比较痛的那一种 就是到后来用什么护肤品都没有用 后来我就换了洗面奶 然后就换了这个 Philosophy 我不知道好像是这个牌子加了 这一款 好像它特别温和的那个 然后叫什么三合一的那种洗面奶 这个就是洗完以后它不会有很多的泡泡那种 然后洗完后皮肤不会很紧绷 我觉得它还蛮适合我的 所以最近自从我换了洗面奶以后 我的皮肤就改善很多了 之前的时候我皮肤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用那个皂碱太多的洗面奶的时候 OK然后我买的是这个90毫升的 就是特别小的一瓶 他们家还出那种特别大瓶的那一种 像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买小瓶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这样的话我可以先试一下 适不适合自己 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还就是不适合自己的话 我觉得买的就跟浪费一样的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口红 就是这个Georgia Mani家的这个400号 它是那种大红色那种复古的大红色 所以我最近超级超级就是爱涂它 然后他们家的唇釉我都买爱用的 我买了就是这个是第四支了吧 然后我买了都是不同色系 就是橘色粉色 叫什么 豆沙色和这个大红色 如果你要我选一个最爱的话 我可能特别喜欢那个粉色和这个大红色 是我就是最爱的两支 他们两个就是涂起来都蛮好看的那种 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雾面的效果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底妆产品 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牌子 Polo and Jill加了这个打底的吧 然后我买的是01号 它保湿效果还不错 我不是看中它的保湿效果吧 我主要是看中它就是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稍微提亮一点点 像我今天就涂了这个 提亮一个度会比较透亮一点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然后大概就是挤很少的一点点就可以了 在手上之后呢 然后就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 就是这一边的手会比较白透白亮一点点 我觉得可能适合那种就是肤色不是很均匀的女生 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的女生 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稍微肤色偏黄 或者比较暗沉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打底 然后再涂粉底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整体的妆容 妆感会比较透亮一点点 OK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不是美妆产品 是电子产品 就是这个Kindle 这个呢 是我老公就是买给我的那个礼物嘛 最近就是真的超级超级爱用它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发现自从我就是有这个之后呢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读书的那一种 就是之前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购物呀 或者是买彩妆产品上面 但是前段时间我突然就是认识到 我买这么多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用 而且都是就是百年都用不到一次的那种 或者是你买了很多新产品 只用了一次 然后就放在柜子里面 我觉得就是非常浪费的资源那种感觉 而且又非常就是消耗 消耗怎么讲 消耗金钱时间嘛 我觉得是 而且主要是你买完 然后刚开始觉得很兴奋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 就会还会觉得好像很空虚的那种 所以我就是前段时间在 在尽量的就是调 调节自己吧 因为我觉得生活中就是除了 爱漂亮爱美妆这些东西以外 就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可以做 这样子让生活比较就是丰富一点点 会比较就是热爱生活一点点 所以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看书 OK 然后我看了那个解忧杂货 不好意思我的相机又断掉了 然后解忧杂货店那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我最近非常我觉得就挺推荐大家去看的那种 我比较 我看了的时候我觉得反正我喜欢看那种情节吧 就是它是那种比较吸引你的 你就是看完以后老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近在看的就是那个 叫鬼吹灯 鬼吹灯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我就看过了 然后我是喜欢看那种比较悬疑 比较就是那种惊悚的小说 我不太喜欢看那个爱情小说 或者是严谨小说 就是对那方面不太感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神秘感 或什么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就是关于神秘感的书 就可以或是悬疑的书可以推荐给我 OK然后我说一下这个Kindle吧 我买的是Kindle的那个Paperwhite 它有四款还是三款 它有三款吧 好像有一个最基本的那一款 然后第二个就是Paperwhite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档的一款 还有一个就是彩瓶那一个嘛 我为什么买Paperwhite 我是觉得第一个它价格比较合适 然后第二个它就是 它可以就是自我调节背光的那种嘛 就是比那个最基本的好一点 就是它可以自动调节这个背光 比如说你在比较亮的情况下 你就调到最高 然后比较暗的情况下可以调 就可以上下调的那种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功能的 而且主要是像在阳光下面 它也可以读书的那一种 还有就是它特别特别的像书 我觉得文字什么的 都非常非常的清晰 然后它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也可以躲在被子里看书那种 就是我眼睛不会痛的那种 所以我一般睡前都会经常 就是也是看书那种 只要我就是有时间的话 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都是在看书 最近基本上都没有看什么电视啊什么的 OK然后再说一下关于那个 就是买中文书这个 中文书就是你在中国的亚马逊上 注册一个中国的账户 然后你可以让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有 自付宝的话可以就是直接在上面 就是用自付宝买书或者是让朋友给你 就是充值充值100啊或者是穿足多少钱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买一些中文书嘛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的也是不行 不能买中文式的原因 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把我的所在地址就写在英国 后来我把我的所在地改为中国的地址的时候 然后他就让我买了 但是我现在刚买一本书 所以他还没有就是封我 还没有不让我买 因为有很多女生说大概买四到五本的时候 就会就会不让买什么的 听说好像就只要联系客服就可以了 我自己没有试过 如果我当如果我后来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我当时再跟大家更新吧 然后他的用法基本上就是我这上面是登录的那个中国的亚马逊账户 然后就直接在这上面买书 或者是你可以从电脑上买 然后传送到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想买英文版的书呢 我现在学习的方法比较就是麻烦一点 就是我要把那个中国的亚马逊账户就注销 之后然后登我英国的那个亚马逊账户 然后就可以买英文版的书 但是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看免费的中文书 就是在那个叫什么 我一下忘记名字了 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连接在下面 然后那上面的中国书都是免费的 只是说而且它还有推送功能 就是只要你注册一个 然后直接推送到你的那个Kindle的那个账户 那个邮箱里面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那个Kindle里面 查自己那个Kindle的那个邮箱的那个地址吧 然后查到以后你就把任何的文件推送到那个邮箱里面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阅读的那种 OK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哦还有就是如果你在网上买的那个网上下的那种免费的书 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有时候排版不是很好 没有那种正规的书排版那么好而已 如果你不太介意那个的话 就也无所谓了 但是像我个人的话 有时候比较介意那个的话 我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在那个亚马逊上 中国的亚马逊上买正版的书 比较就是合适一点点 OK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OK然后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Kindle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 然后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微博和我的那个Instagram 就让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